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站在这树下 把未来许下 文少卿 你家微微密码是多少来着 四二六三三 好 不用试了 是好的 我和你 我和你 站在这树下 把未来许下 向着幸福抵达 保证 我会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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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贤 这东东 让他瞧 是 还是去开门吧 免得他多想 老大 老大 你也在啊 我表姐呢 睡了 这么早 你找他有事吗 要不要我帮你去卧室叫醒他 不用了 不用了 我刚下班 给他送点盐盐品 然后非常顺便地 去你家 取下考试重点 一马你不是知道吗 自己拿去 老大 老大 你很急吗 怎么看上去像是要 像什么 你没事吧 有些事 不是我等吴丹匪 给你能揣测的 照顾我表姐 告辞了 好 温先生 我要给你科普一下 在法律上 并没有老婆 这个说法 正确的称为 应该是 配偶 换句话说 老婆 不说法律保护 哦 那我学到了 不过我老婆 当然由我保护 好 喂 怎么了 好消息 你家男朋友和病人家属 起争执的那个时间段 恰好有辆私家车 停在饭店外面 行车记录已可能拍到 现场画面了 真的 有车牌号吗 有 是辆外地车 但不知道车主是谁 可能明天要跑趟车管所了 你把车牌发给我 车管所的任务 交给我 好 我手机发你 你行不行 我是手受伤 脚也没问题 放心吧 交给我 麻烦您出示一下 您和当事人的 身份证原件 当事人委托调查的委托协议 您的律师职业证原件 律师调查函 或律师调查专用证明 不好意思 麻烦您再说一遍 好的 您稍等一下 麻烦您出示一下 您的身份证 和当事人身份证的原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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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请问是尾号092的车主顾先生吗 是 您想问啊 是这样 我是大人律所的律师 您的车载记录仪 可能派到了一段关键证据 想请您 你们这种骗子的套路 我见得多了 接下来 你该要我的银行卡密码了吧 您误会了 我不是骗子 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提供有效证件 身份证 工作证 都可以 身份信息也可以造假 我人在上海工作 如果你说的情况属实 明天来上海找我谈判 明晚我就飞过外了 明天恐怕不 一个冰淇淋 一个蛋糕 谢谢 好 这边 这边 我给你提供了这么重要的情报 你就请我吃披萨呀 那下次的地方你来定 着急找你 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怎么了 我找到了车主 他人在上海 明晚就走 如果我想拿到证据 就必须亲自去一趟上海 可明天 是网单案看庭的日子 这么不凑巧啊 我想到了一个两权其美的办法 我想到了一个两权其美的办法 什么办法 你去上海拿证据 明天的庭审我替你出席 这能行吗 怎么不行了 这个案子我也是从头跟到尾的 而且再说了 我可是专业出身的 我不是在怀疑你的能力 是上官老师那边 肯定不会同意的 专柔 专柔 这是你的第一个案子 我们都知道 他对你来说的重要性 可是你要想清楚一点 为了温绍卿 你是不是愿意放弃这个机会 我们赔钱吧 赔多少都无所谓 你认真的吗 认真的 为什么不打了 我不懂 因为没必要浪费时间 因为这不值得 怎么会不值得 如果这个官司你不打了 那些不明真相的人 就会认为你真的错了 你认了 你理亏了 我是一个医生 只要我无愧于患者 无愧于心 就行了 不是 绍卿 你到底怎么了 你这就是鸵鸟政策 把头埋起来 别人往你上破脏水 你也假装看不见吗 我不是可以假装看不见 我是可以不在乎 可是我在乎 你刚认手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你说医生要有医生的尊严 没做错的事情 就算多少人实验你都不会认 你说你精进 医术 珍惜羽毛 就是为了当个好医生 就算七老八十了 也要努力站在手术台边上 这不是你的原则吗 我不会让好医生受委屈 即便今天我不是你什么人 但只要能为你生长整理 我都会去做 但是我不想你为了我牺牲自己 可是我不想你为了我牺牲自己 这不是我跟你在一起的处征 我也不允许你放弃自己的原则 为我也不嫌 那我们也在家着 我会让你站起来 今天北京的天下 没吃了 我只是地产 看着我 你不太靠近摇